立正 1945年2月 日军各条战线实力 参谋本部重新任命 因贪污事件被免职的医学博士 石井律学器的发明者 军医中将石井四郎 被731部队长 同时又招来一批少年队员 作为该部队的接班人 这就是细菌移植 你们要努力学习 尽快掌握技术 参谋本部只认识到细菌武器 对这场战争的重要 却不知道生物化学武器 对今后大日本帝国的前途 正确的资料要靠实验材料 连续使用来获得 所以这些马路大不仅都要是活的 而且必须是身体非常健康的 能用活体做实验 机会是很难得的 我一向认为 生物化学武器远比飞机大炮优越得多 731部队的成败决定了帝国的存亡 你拉上来的是马路大 是烧火做棺材的木头 这是什么 马路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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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 打 啊